瑞穗乡青年事关怀社会弱势是不分宗教 管委会12号特别将今年普渡物资清点整理后 分门别类分别透过各村村长分送给社福边缘户之外 多数物资全数是捐赠给父礼的天主堂 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怀社会的弱势 而受证的慈善机关也相当的感激 拍完了大合照之后 副礼天主堂及个村村长 瑞穗芬住所等受证单位的人车缓缓停靠 青年事主委陈流安率领管委会成员 合力将百米及大批物资等等 一包一包的搬运上车 虽然辛苦但是大家脸上却都充满了喜悦笑容 送给中低收入户为主为优先 还有那个比较边缘户 比较需要物资的那个边缘户 我们主要是发放为主 我们是一样都 边缘户比较重要啦 因为平常的时候 那些低收入户都有人在挖晃嘛 现在就是边缘户那个比较可怜 瑞穗芯联市长期关怀 社会弱势不遗余力 今天特别将中元节各界祭拜普渡物资 分门别类清点整理后 除了留给在地社会边缘户 绝大多数的物资 则全数捐赠给复礼天主堂 一起来关怀社会弱势 也令天主堂修女敬佩感谢 因为我们在比较偏乡在复礼啦 尤其我们是天主教 可是他们是佛教 但我们都不分宗教 所以我非常由衷感激 这些物资 我们因为我们在复礼 我们有13个村 尤其我们很多边缘户 他们没有这些物资的需 他们没有这种的供应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些物资 我们就可以非常放心的 就发放给他们 去关怀他们 常年都将中元节普渡物资 转赠给南区社会弱势机构团体 主委陈辽安表示 让佛祖大爱温暖黑暗角落的同时 也希望借此抛砖引玉 共同来关怀社会的弱势族群 我们除了原来的 我们捐给复礼天主堂 他因为对弱势上的需求 比较需要之外 那我们今年特别也把它 其他的捐赠给我们的分住所 还有我们各村 各村 希望各村都能够利用我们一点点的物资 来协助弱势团体 关怀身为弱势 认识乡亲联寺不分身份地位 或者宗教信仰 一起来关怀地方弱势家庭以及独居长者 以满满的社会大爱 温暖社会弱势的心 记者是玉兰瑞瑟采访报道